今天很开心邀请到 Girls in STEM 台湾 陈雨昕分会创办人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欢迎Vivian 你好 大家好我是陈雨昕 是 Vivian本人很年轻很漂亮 是 那想要先请Vivian跟大家分享 Girls in STEM 的那个 STEM 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科学领域的不同 是 领域的英文 它们的缩写 那分别就是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跟 Math 所以是这个的结合 等于是有从那种科学技术方面的 就是大家一起互相学习的一个分会 那因为你本身还非常的年轻 是怎么样的姻缘忌讳下 会让你想要在台湾创立GIS 的分会呢 OK 所以其实 从小到大 我大部分的接触都是双语的体系 所以呢 在转换到高中 这种普高的教学方式的话 我发现有一些地方是 可以能够做到改善的 那包含我之前参加过 比如说一些黑客松啊 展览 或者说编程竞赛的过程中 我发现 性别差距这个问题 其实是 非常严重的 可能就是 女性是男性的五分之一不到 那所以说 我希望可以透过自己的力量 对这个社会 然后这个议题做出改变 因为他本身就是UNESCO这个联合国的委员会 他们有一直在关注的议题 是 对 那所以我在高二的时候 可能就参加 比如说GIS那边的社群 就美国那边 对 然后当他们的成员 然后还有其他的女性科学组织 是 对 然后大概是在半年以后 才申请成立这个GIS的分会 对 然后他那边 应该是算是第一个 是对全国性的分会 不然大部分可能就是以 学校社团的 那个组织的性质 是是 那也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GIS主要是在做什么的呢 因为我想大家应该很好奇 首先的话 第一个就是写 可能每个月二到三篇科幅文章 是让内部的成员可以分享 比如说在不同 比如说 Compute Science 或者BioTech 甚至是在数学方面 他们不同的热忱 他们要选择怎样的主题 去做呈现 还有他们之间一些沟通 比如说要怎么把这样的知识 去做分享跟传承 就是传递出去 那其实是可以反映 他们每个人的角度 是用社会性 还是说商业性的角度 去分析科学的议题 我觉得很有意义 就是可以不只是业界的人士 可以参与 其实学生们也可以一起参与 这个议题 除了文章之外呢 这个东西我们还可能配合一些专案 比如说他们是研究大型语言模型这个东西 他们就可以配合一些微型的专案制作 那我们可能会开一些线上的读书会 让他们可以互相的说探讨 然后以国外一些开放性课程为教材 然后透过线上这种共学的方式 去在必修 就是课内必修上做加深加广 然后后续这个专案 他可能是可以投 发明展啊 或者说科学展览 甚至是一些 商业的 就是提案竞赛 对 这样的话他们其实更好的 可以去接触更多业界的资源 去真的可以做出这样接轨的 就等于他被看见 然后他就可以被 就是 怎么讲 被采纳这个专案 然后可以 就是大家一起迸出更多新的火花 我们希望这个过程 是更多创新合作的元素在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是他们如何去互相配合 然后呢 把一个东西从零 就从无到有 然后可能还要接触一些 如何把商业化或产品化 这个面向 是 就变成说他们是要 一层一层的 受到启发探索 并且最后用行动 让这个东西可以承行的过程 是 所以其实是很整体性的 对 所以一系列都可以做学习这样 那你当初在创立分会的时候 我们遇到什么困难呢 那你都是怎么面对跟解决的 我们困难的话 大部分是因为 我们的内部成员是非常多元的 那可能他们有一些人是国际生 有些人是补高学生 然后有些是自学生 就变成说他们在很多习惯 或者说他们需求上的差异 我们要如何在体制上做出调整 然后可能在行程安排上 甚至还要配合每个人的时间 对 没错 时间是最难配合的 因为他们其实也是学生 所以就变成说你要怎么样在课内的 学业跟课外的活动 去做出这样的平衡 对 了解 可是我觉得也是你们的经营理念 够打动他们 所以他们才会愿意做这件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你说理念吗 对 经营理念 其实第一个就是引入这样欧美或是STEM教育的文化进来 它是一个更具弹性的开放性的一个方式 所以他注重的其实不是学生本身的技术能力 或是说你原本知道多少知识这样子 反而是你要怎么样探索 并且运用你的创造力 去提出一个想法 然后想办法 让它能够去实现 被实现这样子 是 对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觉得 另外几个是我在观察很多国外的组织 他们的一个精神 第一个就是Sisterhood 包含女性在这样的群体当中 获得的归属感 跟这样的互助精神 那除了这个之外 第二个就是Activism 还有Leadership 因为我们希望每一个成员 他们独立在外 一样是一个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 然后是一个独立的 能够发挥行动力跟领导力 甚至是影响身边的人的一个个体 所以其实很多内部的成员 他们在外面也有自己独立的学生组织 所以等于是招揽了各个组织的Leader 然后一起来参加 对 是 请说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运营的理念吗 对 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偏品牌形象方面 因为GIS它除了这个头衔之外 logo上我们主要设计 元素会以宇宙这个元素为主 那它可能就是偏紫黑色的设计 然后宇宙的话是希望 我们每一个女性的成员 她们都可以像星星一样耀眼 这样子 那除了之外 宇宙它本身这种浩瀚无际的 对 更是象征说你在一个领域无限的潜力 它是不会受到一些社会条条框框 对 我很赞赏这个理念 等于是我们不要活在框框里 对 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就提出来 然后去做各个方面的结合 是我觉得你很棒的是 你很勇气的跨出了这一步 然后身为一个Leader 去带领大家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很有勇气 又很值得赞赏的一件事情 因为而且 我感觉Vivian是一个没有框架的人 对 你会很希望是 各个领域的人都可以互相合作 科学也可以跟艺术啊 科学也可以跟文科做结合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想法 要持续进行下去 是 所以这其实你们的经营理念就是 当然希望你的成员不只是成员 未来都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领导者 然后可以有自己的一套风范 去做其他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 这也是你主要想要创立 台湾峰会的一个想法 是 那接下来是说 GIS未来的短中长期计划 是什么呢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那我们未来长完话 第一个是可以跟欧美的 不管是企业啊 对引力组织 还是学生组织 去做出配合 或者说战略性 做这样子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像这些专案 它要怎么样独立变成一个产品 这也是需要跟企业端做配合的 是是是了解 所以其实当然我觉得 现阶段还是稳扎稳打 先把现阶段GIS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件事情 先做好 那未来有机会可以跟美国做合作 当然也是很棒 那我觉得最重要是 应该是要让更多的学生们 都可以知道这个活动 因为这才是你的重点嘛 对不要就是让他们的思想 或是什么局限在一个地方 那未来如果融合教育呢 那是不是可以 也是很棒的一个选择 对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 如果有一个年轻人跟Vivien一样 他也想要创入 就是应该是说他想要跳进这个创业的领域 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呢 其实我听过一段话 他是马斯克说的 说当有一件事情够重要的时候 不管他的机会有多大 一样还是会去做 当然我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 需要会可能会一直碰壁 所以热忱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 不管你如何去应对这些东西 还有你背后你在做这些之前 你要做的一些评估 风险评估或是策略的规划 它是不是可以达成的 然后过程中你可能遇到什么困难 然后要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资源 或是有办法把它解决 这很重要 因为没有热忱 你就没有办法完成这件事情 对 然后后面的话 就是你还是要有一些资源 或者说组织架构或生态 能够支持你去做这些东西的 那这可能就需要你提前去做调查 没错 市场调查很重要 就是我统整一下 其实如果想要跳进这个领域的话 其实当然热忱要够 再来是我觉得要想清楚 就是如同你一样 你的定位是很清楚 明白知道你要的是什么 你希望可以达到怎么样的目标 进而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会比较重要的 因为热忱不够 你做这件事情 就有点有体无魂的在进行 是 我非常感谢你 就是愿意在台湾创立的分会 然后让更多人可以一起吸手 然后完成这个计划 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那最后你有没有什么 自己都想要补充啊 或是分享给大家的呢 最后的 对啊 对啊 就是可能你创立这个分会 你的过程啊 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讲的 或是有没有什么 slogan之类的 就是你想要分享给这些学生们 让他们看到影片的时候可以知道说 嗯 我觉得加入这个GIS的计划 好像很棒 OK 所以其实我大部分都是在对学生行话 是是是 其实在学习这个这条路段 它可能就不只是课本上的内容 更多的是你在外面看到的东西 还有你在这过程中观察到的问题 你要如何去解决 所以这些技能其实是为了帮助你 去解决你想要解决的问题 是 而不是说你今天学了那么多东西 然后你最后发现没有地方可以用 嗯 所以我希望培养 就是培养他们的 本来是一个创新的精神 还有说过程中的那些凝聚力 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嗯 因为他们不只是成员 他们更是 嗯 嗯 就是之后在外面也会是其他的角色 对 反而是他有点是代表GIS出去的感觉 对 因为他们其实本身有各种的身份 是是是 希望他们可以拥抱热忱 然后不要怕去踏出这些舒适圈 嗯 因为总会有办法的 就是在探索这条路上 是 我个人是遇到了很多惊喜 那就是因为这些惊喜才造就了今天的我 那我也不是今天就是自己走到这边 就是说背后有很多人的支持跟鼓励 还有各种意外的收获 是是是 我觉得你很棒 就是你 我觉得GIS台湾分会有点像是在孵化这些leader的一个校 就是培养女性 对 就一个就一个妈妈潮 可以让他们在里面学习成长 那未来如果出去 他还可以成就自己的事业的时候 其实回想起来 GIS其实就是我的母校 对 我在里面茁壮成长 然后可以藉由这些里面 然后去帮助到更多人 你可以把这些Vivian的里面 可以带到更多的学生身上 因为未来会有不断不断的新世代嘛 那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也会很希望 在新世代的身上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理念 嗯 我觉得是很棒 我觉得你真的很优秀 你愿意就是在年纪轻轻的时候 做这件事情 然后让更多人来学习 而且其实你的台风很好 你很有那个说服力 对 希望未来 是希望就是 品牌风格有一部分也是希望有女性的元素在 就比如说包容性跟这样子 就是比如说同情 对 同理性 才能发现这些问题 然后并且去做解决 然后在跟成员的沟通之间也是 更像是朋友 就像我刚刚说的Sisterhood 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然后并且能让他们感觉到 他们是属于这个团体的一份子的 等于说刚容并济 就是我可以是很厉害的 就是在事业上的女强人 但是我当然内心还是有柔和那一块 我可以解决很多事情 因为有时候并不是刚硬就可以解决所有事情 但你在面对事情的时候 其实要软硬坚持 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 非常谢谢你愿意发起这个分会的活动 然后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心血加入 然后大家一起分享这个理念 然后让更多人知道 是非常精彩的故事 谢谢你 那我们再次感谢GIS Taiwan的 分会创办人陈雨昕 来接受我们人物专法 谢谢Vivian 谢谢 谢谢